- 下午兩點鐘,歡迎收看時間密碼,我是范依華,今天加權指數是開高走低的格局喔,最後面很可惜,8600點的整數關卡已經失手來到了8599點,就差這麼一點點喔,今天是下跌了21點,在亮的部分呢,也是突破千億,1059億,好,現在大家應該會說,哇,這個加權指數呢,今天是下跌了21點,在亮的部分呢,也是突破千億,1059億,好,現在大家應該會說,哇,這個加權指數呢,今天是下跌了21點,現在大家應該會說,哇,這個加權指數呢, 今天有一點的開高走低的意味出現了,很多的個股喔,原本很強勢的喔,包括電子股在內喔,現在好像深深,也是開始有點熄火狀態了,哇,會不會往下掉,今天聯發科就往下掉,掉得很誇張,大家會說,哇,一口氣22塊耶,單天,這虧損是不是很大呢,有沒有類似的個股喔,可能最近要特別小心一點喔,我們趕快邀請到今天的專家,就是華信投過的資本分音,石林何彥,何彥哥你好,易华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何彥哥,今天看到聯發科, 聯發科有嚇到嗎,還是說,本來就是這樣意料中的事了,聯發科是預期中的啦,因為聯發科其實在兩個禮拜前,市場上已經傳出來,高通今年都會降價,因為在手機晶片的部分,聯發科是靠著大陸的山寨,所以當年他喊出,今日的山寨是明日的品牌, 所以把大陸的手機給扶植起來,那也靠著大陸手機,聯發科也做大了,那可是這兩年,智慧型手機的起步,其實 在晶片的部分,其實是高通獨大的,可是這兩年,因為聯發科,它的一個進度,從2G跳3G,開始趕上進度之後,聯發科也扶植大陸的手機市場,在去年度,搶下一片天空, 所以聯發科它的主戰場,還是在大陸,那今年度其實在兩個禮拜以前,高通已經放出風聲,今年度要降價,搶大陸市場,那那個消息一出來之後,其實聯發科,你早就要有心理準備了,所以看到今天跌,其實是不意外的,除非說你對於整個市場的訊息,你是麻木的,或者訊息是晚了人家好幾手,那可能看到今天這樣跌,你恍然大陸,那就太慢了,那今天台北股市跌21點,其實, 收盤收在8599,99後面這兩個數字是不錯的,多頭長長99,這是一個好兆頭,那台北股市今天雖然跌21點,可是你看亞洲股市今天都還蠻不錯的,昨天,因為美國股市是休市,所以歐洲股市是小漲,那美國休市歐洲小漲,台北股市,因為很多人在做股票上,都會觀察,參考前一天,歐美股市行情,所以歐美股市,沒有什麼太大變化的時候, 台北股市今天一整天,都是小漲小跌的格局,暗兵不動,對,可是 亞洲股市今天很強喔,今天日本漲了200多點,香港也漲了100多點, 甚至於南韓跟大陸股市,今天漲幅都超過0.5% 所以台北股市的反應,如果說你長期把台灣的走勢,跟國際做比較的話,你會發現台北股市的步調,往往都是慢人家好幾步啦, 都是別人走在前面之後,我們大家才恍然到才開始跟,因為台灣這種投資人的散戶結構太高,散戶佔的這個市場,大概6成5到7成的比重,所以速度上往往都是比人家慢的,那前兩天我們談到外資被軋空,對不對,記不記得,我們談到外資被軋空,那政府目前的立場是偏多無疑的,因為政府再不做多,再不偏多,景氣再不拉不起來, 那整個執政黨我看,接下來選舉將會很危險,可是外資在做空,那外資做空,這次被軋三百點上來了,我們前兩天特別談到,剩下幾天要過年,外資的空單要不要回補,除非心臟很強,否則那麼多天過年,整個國際環境也那麼強,他空單如果不補的話,那真的是心臟要很有利才行,說著說著,昨天外資空單已經開始出現回補的動作了,你看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外資期貨的空單,上禮拜五外資期貨空單,還高達一萬兩千兩百零九口,對,禮拜五還增加一千九百零一口,昨天外資空單,已經回補了一千九百多口了,可見得外資慢慢回補空單的動作已經開始出來了,那你想外資如果接下來持續在回補空單的話,那是不是另外一股往,將大盤往,拉高封關的, 方向下去推,這個動作你要注意喔,這個動作你要注意喔,因為我們追蹤,外資在期貨的交易,在封關前後的變化,其實是有機可循的 我們來看,我今天特別把,整理出來的資料來跟大家做分享,你看喔,這是去年,一百零二年,二月六號封關,在封關前一個禮拜,外資的禁多單,是有七千多口的,可是到了封關當天,反而變成禁空單一千兩百口,我想一千兩百口,幾乎就是沒什麼,就是回到,回到多空持平的, 所以很明顯的,在上去年封關前,原本禁多單,變成持平,所以外資它有清倉的一個動作,那前年,一百零一年,一月十八號封關,在封關前一個禮拜,外資的禁空單還高達一萬兩千多口,就到封關的時候變成,禁多單四千口,所以很明顯的,以歷史上來看, 外資在封關前,它會有結倉的動作,這是正常的啦,因為正常的啦,因為外資它也不可能心臟強到,那麼長的假期,跟國事在做對,跟國際之間在做對讀嘛,對不對,所以目前外資禁空單部位,還有將近一萬一千口,這一萬一千口的禁空單,剩下最後四個交易日了,因為今天是禮拜二嘛,對不對,接下來是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下禮拜一,剩下最後四天而已, 所以最後這四天,如果外資依照以前操作的一個情況,在封關前會有結倉動作的話,那是不是一股往上推的力量,所以最近我一直跟大家提醒,這個行情,除了以政府的態勢,加上國際的結構,加上外資目前空單被咔的一個情況下,往上拉高封關可能性是很高的,那往上拉高封關可能大家還是在面臨那個問題,要不要報股過年,其實要不要報股過年,我們在上個禮拜六, 禮拜天,全省擅長講座,我已經把二十年來,封關前後行情,毫不保留的,都交給與惠會的人,那你沒來我沒辦法,可是沒關係,你自己手中的股票要不要報股過年,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你利用今天的時間,打電話進來,把你的食股裂縫給我,我還是會盡力幫你啦,因為我的人很好,名字有個和,所以本來是一個好人,本來是一個,很愛和平的人嘛, 所以你有問題找我,我都會幫你,那其實報不報股過年,重點還是在個股啦,重點還是在個股,如果說可以報股過年,難道你每一支股票都等到封關前才賣嗎,不是嘛,對不對,因為個股有個股的走勢,該賣的時候,其實早就該賣了, 做股票,只有對跟錯,我經常講,做股票只有對跟錯,沒有捨不得的,沒有捨不得的,你看聯發科今天,大跌,對不對,導播我們看一下聯發科,最近日線的走勢,聯發科今天跌22塊,最近從447,已經跌到386了,已經70塊錢了,那個跟封關不封關是沒關係的,導播什麼,那跟封關跟沒封關沒關係的,導播我們再看, 8429的F經歷,F經歷最近也從127,跌到現在剩下90塊錢,也30幾塊錢去啦,那跟封關不關的啦,所以個股該不該賣,其實是以個別股平常的走勢,那至於大家所討論的,要不要報股過年,那是一個策略上的判斷,什麼叫策略上的判斷,也就是說,遇到過年有8天的假期,對不對,那我手中持股乘數, 是要保持在8成的持股,還是降到剩2成3成的持股,所以要不要報股過年,他考慮的是,總持股乘數的問題,而不是個別股的問題,所以個別股你該賣,早就該賣了,所以這個市場我經常講,8成9成的人是輸家,為什麼,就是沒什麼沒股票嘛,賺不會賣,賠捨不得賣,所以就是輸家嘛,就是輸家嘛,所以該賣的時候, 你早就該賣了,比如說,我們最近賣的幾檔股票,節目裡面有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說,神達,對不對,神達兩個波段,賺了80%,那該賣還是要賣嘛,雖然說禁止有快到40塊錢,可是該賣還是要賣嘛,對不對,我賣掉之後跟大家講過,神達我賣掉,你不要去追,等壓回,我們再來接, 導播我們看一下神達,今天剩多少,3706,對,今天剩下26塊4,兩塊錢啊,兩塊錢就快一成了嘛,對,一塊一成了,那今天我們又賣另外一支股票,我們今天又賣另外一檔個股,我們今天賣,威強店,今天威強店,連續六天,平台在手54,今天一破54,我叫會員,通知會員全部出清,因為54破之後,整個氣勢已經轉落了,導播我們看一下,今天會員, 威強店,收多少,今天是不是最低跌到,剩下51塊1,收51.6,所以行情還是那句話,該賣,你要賣,沒有捨不得的,沒有捨不得的,那可能你就會,有人可能會想,林和彥,最高漲到58,你為什麼不賣58,我又不是神,對,有時候人喔,你要有賭性,你要貪啊,不貪,你不會好家啊,你看任何一個有錢人,或者大人, 大企業家,該賭,他們一定是很有賭性敢賭的,可是不是爛賭,當你要賭的時候,你一定要做好最壞的打算,威強店,我們41塊錢做上來,對不對,我們從底部還沒漲,開始做,飆上來之後,來到58,其實那麼強,那我當然賭他看能不能賺更多嘛,可是當你在賭的時候,要做,要有保險嘛, 所以破54我就撤退,54不破,我賭他能夠繼續漲嘛,這樣你才會進退有依據嘛,懂得什麼,這樣你才會進退有依據嘛,所以我跟大家講過,任何股票,我們代會員做,代進一定會代出,代進我們一定會代出,就像威強店也是一樣,對不對,威強店代進也是有代出嘛,那雖然說沒有賣在最高點,可是也有32%嘛, 也是很漂亮嘛,也是很棒,那剩下四個交易日,要過年了,你放棄了嗎,如果你放棄了,你想說啊,最好戲剛,對啊,四天還有什麼戲唱啊,對啊,剩下四天,沒什麼戲唱啊,你放棄,後面就跟你沒關係了,可是我們昨天講過,一個有錢的人,他的基本配備,基本的特色就是,他要很愛錢,如果一個人不愛錢,他怎麼會有錢,是不是,那一個人不愛錢, 那一個愛錢的人,他會掌握任何一個機會,不會錯過,沒有錢的人,他一定是,機會來,算了,看下次再說,機會來,看下次再說,那你一直放棄一直放棄,你永遠都沒機會,四天,不長,也不短,抓到強勢股,10%兩天就有了,對不對, 我們昨天有推出,最後一週,本週的任務,封關前搶10%的紅包行動,好刺激喔,對不對,我跟大家講過,10%要快很快啦,要快兩天就有了,一個漲停板,隔天再開高就有了嘛,是不是,那如果慢的話,你把10%分成四天,時間是一天比一天少喔,昨天還有五天,今天剩四天喔,對不對,如果說你昨天五天的話,你把它拆開,五天一天兩%,五天就十%了, 對不對,所以只要穩的股票,還在攻擊的股票,趕快介入,剩下四天五天時間,搶10%還是有的,還是有的,你沒有標的,你沒有標的,我提供給你啊,是不是,我們上禮拜已經有提供這一張,最後兩週全力衝的紅包標股嘛,這些紅包標股裡面,一檔一檔都在動,一檔一檔都在動,我們昨天看過了,對,昨天給大家,第一檔是王家嘛,昨天王家就拉漲停了, 是不是,那第二檔是可乘嘛,第二檔是可乘嘛,可乘,最近雖然有一些消息,可是股價也是越走越高嘛,可乘,我們去年度做了兩次,27%、60%一直爆,爆到現在,已經8、90%了,有些人說,林阿彥,你很會有破股票,那一支股票破九個月,你又破得到,很久耶,九個月,你想賺大錢,對的事情,你要有信心,你看, 那宏達店,他當年從三百塊飆到一千三,可是走了一年半啊,你如果說連一年都爆不下去,對的股票一年都爆不下去,他從三百走到一千三,走了一年半,四倍啊,所以你要賺大錢,對的股票,你要有信心去爆它,可乘,我們開始一做的時候,一進場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喊三百塊,我就一直在喊三百塊,我就一直在喊三百塊,我相信,常常看我節目的人,你們都知道,可乘我在 現在一百二一百三,我就要喊三百了,那我看到三百,目前才到兩百,我當然是繼續爆嘛,是不是,那今天可乘,當然越走越高,今天可乘繼續漲,今天可乘創新高,來到兩百一十一了,今天來到兩百一十一了,那因為今天有消息,今天老闆出來講話了,在傳出接到大單的利多,尤其他喊出今年度,可乘的營收是一劑比一劑更強, 這是寫錯跳,一劑比一劑更旺,今年是沒有淡劑的,這間可乘創新高,因為老闆出來講話,今年沒淡劑,因為可乘,你如果用心去追蹤研究,你會發現到,它每年旺劑在第三劑,第四劑,進入第一劑開始,業績會盪下去,第一劑,第二劑會走低,那真正每年業績的平均, 是三四劑,業績占全年的六十個percent,一二劑只占四十個percent,所以它歷年的行情裡面,歷年的營收裡面,一二劑淡劑是很清楚,可是今年,尤其在昨天的時候,老闆坦了,今年會一劑比一劑旺,今年沒有淡劑,那老闆,因為一家公司的訂單情況如何,誰最清楚,老闆最清楚, 所以老闆都告訴你,今年沒淡劑,會一劑比一劑旺,所以它在CNC,車床的部分,它今年擴大採購,所以可見得公司的企圖心,它已經看到整個市場的未來,那股價當然是更不容易回來,是不是,所以可乘間,占創新高,占創新高,我們從132買,參加儲權,報到現在,光是這一筆,已經68%,我還一張都不賣喔,你如果自己手中有的人,不要被洗掉喔,那可乘間,創新高, 我們來看另外一檔個股,我們來看另外一檔個股,另外一檔個股,這支,可乘下一檔是什麼,可乘下一檔,什麼,凱勝,凱勝今天也動了,那之前我們跟大家談過,凱勝跟可乘,它是有餘量情節,它是有相互比較的一個,的作用,這段期間可乘大漲,凱勝沒有漲,所以這種股票,我說,這是風險最小,爆發力最足的股票, 你買它,它不動,頂多它不動而已嘛,你也沒風險嘛,可是它只要動起來,你就有賺大錢的機會,今天凱勝也開始動了,今天開始有補漲的一個味道,那你看這兩天,我們這張表格送給你之後, 從155,123,三天上來,今天到165.5,也7%啦,對不對,三天也7%啦,距離搶紅包的10%,就剩那麼一步而已,所以你說10%很難嗎,不會,找對股票,快的話兩天,慢的話三天四天,足夠了,足夠了,所以凱勝 三天已經漲7%了,尤其指標的部分,已經開始出現黃金交叉,所以這支股票,接下來,開始補漲的機會,相當相當大,相當相當大,那凱勝除外,還有一支,我們繼續來看,凱勝下來是哪一支,何瑞雅有漲,可是慢了一點,瑞玉,瑞玉這兩天,快跑前進, 這兩天,瑞玉是在快跑前進,上個禮拜有漲停反,這禮拜又漲停,昨天又大漲,昨天又大漲一天,市場說,瑞玉要跟子公司創結比價,創結昨天漲停,今天創結又大漲,連續兩天大漲,連續兩天大漲,創結已經來到118.5了,禮拜四法說會,在法說會前期,很明顯是在照顧, 那今天市場又傳說,穿戴式裝置是大熱門,創結,正好做藍牙晶片的,藍牙晶片在穿戴式裝置裡面,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接收,接收的一個東西,因為以接收的東西來說的話,不管是長距離,短距離,或者是近距離隨身的話,我想近距離的部分,就是在藍牙的部分,所以創結,踩到了,跟穿戴式裝置有關的一個商機之後,也是 市場的一個熱門,那瑞玉,母公式瑞玉,業績也不落人後,第四季獲利創歷時新高,全聯也創歷時新高,禮拜四法說會,你看這幾天,這樣上來,也17%耶,10%有沒有答正,答正了嘛,對不對,禮拜四法說會, 尤其,投信繼續在加碼,昨天投信繼續加碼,瑞玉又加碼了兩千多張,所以是一路再加碼下去,連投信都繼續一路再加碼,代表怎麼樣,我們是買比較早,我們是單一夾沒的,投信從這裡開始沒的,只是說我們腳步上,比投信快,那也可見得,英雄所見略同嘛, 市場就是這麼大而已,好股票就是那麼多檔而已,所以商機很重要,瑞玉,我們也是從底部開始做起,對不對,還沒有漲的時候就開始做了,還沒有漲就開始做了,我相信你長期看我們節目,你們知道,剩下最後四天,就看你是不是一個積極的人,就看你是不是一個愛錢的人, 如果,這四天,你還有積極的心的話,10%,搶10%還絕對夠,還有那個打算的人,跟我們聯絡,好,這個本週任務就是搶10%嘛,18的紅包錢喔,還有哪些個股持得來掌握的呢,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先休息一下,稍後再回到時間密碼 由王熙杰老師親自傳授波段斬折,交戰密集,破盤體驗班來了,您進出股市總是多空不明,錯失轉折點,追高殺低嗎? 學會一身好功夫,就能領先市場早知道,請速拨打報名專線,0277251377,77251377,預約贏家席位 努力 進去去,尋找二和尋處的心情 許護滿游截,能達每個星期保來上,可以笑得到嗎? 十分我 為你 不行? 一掌入? 一掌入? 一掌入的? 說掌入? 一掌入? 1掌入? 1掌入? 2掌入? 今天Aspire S7 采用Intel Core i7处理器 Acer 我们知道在正义的面前 你总是很有感 其实你的正义感 可以有更大的发挥 司法院人民官选制度 让您和法官一同听看位 一起来审判 人民官选邀您共选 我回来了 你谁啊 绿郎回来了 让大家记得你 橘屏屋海苔 我回来了 你谁啊 橘屏屋新装登场 新年好礼 记得有你 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理财从行动开始 华信投顾最专业的精英团队 提供您理财导航专业咨询 02-2392-9668 2392-9668 最专专业的团队 欢迎您来电 台中门户地标 公园首排 四面森林洞区 永恒经典 台中正十二期 九堂乡坡 04-2706-8228 欢迎回到时间密码 我们刚刚说最后的时间只剩下四天时间了 何燕哥赶快帮我们抢红包吧 投资人觉得说四天能干嘛呢 没有喔 10%还蛮容易的 对 10% 坏的话两天 你把它平均到四天 一天只有2.5% 那还不错 强势股不要放弃 当你放弃了 那你一切就没有了 嗯哼 抢10%的任务 最后四天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那当然 强势股很多 像今天涨天板股票也很多 可是有些已经涨很高的 你去抢那风险就大了 嗯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既然要抢10% 除了要快以外要安全 所以一定还是要底部还没有涨的 底部还没有涨的 你看最近有一支股票很强 对哪一支股票很强 因为它的名字也有一个墙嘛 它真的很强 对我们在1月初的报表里面 强势股里面有免费送给大家 它也上来嘛 但这里我不会在你去追 那要不要买的 有什么股票也不要买的 这两天 敦泰是不是动了 礼拜五敦泰涨停 礼拜五已经拉涨停了 昨天又来一根 那我们上星期是有特别弹到 嗯 那两天 13%啊 10%有了嘛 那今天敦泰有压回来 压回来 那就是个机会嘛 如果说一直跳上去 那你不敢追 那或许 可能就比较不好做 可是今天有压回来 那反正是给你机会啦 是不是 反正是给你机会 你看敦泰有跟大家讲过 我的习惯长高不追的 敦泰从340一路跌到剩下200块 敦泰是做IC设计的 IC设计的获利王 联发科前三季才赚15块 就已经飙到400多 对 获利王 今年30块 反而跌到剩200 北比才7倍而已 一般来讲IC设计股 以前IC设计股是最会飙的 平均北比都30倍以上 那现在虽然说 资金不够 可是IC设计股平均北比压低 也都还有12到15倍 结果最赚钱的股王 最赚钱的获利王 现在只剩下7倍而已 那你要了解敦泰是做什么的 敦泰本身他是做 智慧型手机 触控的驱动晶片 智慧型手机 那当然是目前最夯的东西 包含平板电脑 这是目前最夯的东西 那触控的功能 一定要有晶片下去驱动 敦泰它的驱动晶片 主要是供大陆市场 你知道大陆市场 13亿人口 它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而大陆智慧型手机的市场里面 50%的手机 它们本土品牌的手机 50% 驱动晶片 都是用敦泰的 那你可见得 它为什么能够赚这么多钱 那就可想而知了 一半的市场 对 那今年度大陆的品牌 更活跃 你知道宏达电线 现在已经退出全球前10名了 13名了 你要挤入前10名的手机品牌 一季至少要卖超过1000万支 你卖不到1000万支 一季卖不到1000万支 你根本连排名的资格都没有 宏达电今年可能全年估计 目前估计是大概1500万支 所以这个市场的占有率 已经越来越低了 可是大陆的崛起 那种尤其低价手机 今年智慧型手机会低价化 这种低价化之后 市场的涵盖率 会更广 那敦泰掌握了50%的市场 今年度 还是很有看头 搞不好比去年赚得更多 那股价这里是不是底部 那北比7倍 所以这种股票压回来 不要说抢10% 我倒觉得说 你如果说持股层数不高的 这种股票抱长线也都很漂亮 也都很漂亮 所以像这种股票还很多 还有 我们昨天跟大家谈这一档 对不对 昨天跟大家讲这一档 汽车概念股 每年一二月 都是汽车的市场逛季 我们讲完之后 它已经慢慢有上来了 今天虽然一小跌 可是 投信连买两天 这也是一档 相当重要的股票 只要你对于10% 还没放弃的 最后四天加油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生再会老了 拜